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官方呢在剛剛公布的這一次的這個三國解放齁 這個最後一批啦 曹操的解放草圖齁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齁 這邊是這個佳麟化的 整體來看的話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霸氣齁 卡片的部分 卡圖的部分我是給滿分啦 那實際上的話要等這個明天齁 資訊出來之後 看到底強不強齁 然後看能不能拯救一下這個火隊齁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彩蛋 彩蛋的部分呢是這個紅軍壓境齁 因為就是一批一批嘛 就是異軍啊 那個綠軍啊 然後再來就是紅軍嘛 再來就輪到曹操齁齁 那曹操通常那個像之前的什麼 墮天解放啊 都會有一隻特別強齁齁 就是像那個亞伯漢 亞伯漢上市的錢解是三隻裡面齁 撒旦 切西亞跟亞伯漢 三隻裡面錢解最成功的是亞伯漢嘛 那目前來說這個關羽跟呂布 我自己是都覺得沒有很很很強啊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綠袋呢 放在這個曹操的身上齁 看他能不能這個拯救一下火隊齁 那另外三隻呢 這個沒意外的話這一隻應該是菜文姬啦 那菜文姬的話他原本其實就還蠻好用的齁 他是把這個水火木轉成人族符石 然後引爆光暗星 所以你場面上呢只會有水火木 那對於解這個山蜀盾的話蠻好用的 蠻期待他這個解放之後齁 會變怎樣的技能齁 感覺可能就變成這個強化的水火木符石 種族符石這樣子啦 我自己猜啦 這邊是我個人的猜測 然後再來的話中間這一隻的話呢 看起來應該是司馬懿 大翻身 那最後這張的話就是夏侯敦 夏侯敦原本的話也是一個法輪問金的隊長 那當主動技也不是很強 所以其實還蠻期待他可以 大翻身 好那這三隻的話呢就是 這一波的解放 三國解放 那再來的話還有這個 這個潮批的部分 那官方這邊有講到 記得當年小車車筆下的潮批嗎 這個我是完全沒有印象的啦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會以超帥的全新樣貌登場 記得留意本週GN 所以本週GN確定是會有這個新的潮批 那看起來的話是目屬性的人類 目測啦我不知道 那感覺不是很強的感覺 這個 畫起來沒有很強的感覺 沒有很霸氣的感覺 那這週的GN會不會有那個 潮超那個就不確定了 也可能是放在這週的彩探 但是這週的GN確定會有潮批 然後還有這個 剛練合作的那個瓶中小人的 技能資訊 這個明天就會曝光了 所以明天五點的時候 記得看一下這個 我做的這個技能分析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按讚、按讚、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